这回柯文哲是左伞也伞掉 右伞也伞掉 新竹的农地还没解决 台北市儿子怎么会多了这个房子 也没解决 因为你柯文哲挺有钱的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柯文哲 他在居住正义车上面 也被打中了 看起来民进党是手上留着一手的牌 要打国民党和民众党 而且一打打的全部是同样的系列 首先我们知道柯文哲在新竹市 那个农地的问题还没解决 一个农地他把他变更为停车场大发起菜 而且也说不清楚 因为他说给学弟买的 结果学弟变成学妹了 而且还好几个人 显然他们就是用农地来发财 这是蓄意用违法的方法来发财 这个事都还没说完 接着就打了侯友宜的凯旋院 这还不是侯友宜的凯旋院 是侯友宜夫人的凯旋院 一打还说 哎呀这凯旋院怎么比台北的这个地标 101大楼党还要贵 而且还说这侯友宜是蓄意的 因为这凯旋院是1994年 就到他们的名下 可是他们结婚是早于这件事情 那么这样一来大家就很难辨博了 也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是你们婚后 透过职务上练材 只是你放在你太太名下 那是不是呢 这件事就没人管了 当然国民党要努力的说不是 同样柯文哲也得努力说不是 但是侯友宜可能真的不是 但柯文哲要说不是就很困难 因为他这个农地是他资格买的 而且在他自己名下 还不是在太太名下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柯文哲还没把这个事说清了 事情还没解决 也还没说这块地要怎么弄 又有一件事那就是柯文哲的儿子 居然年纪轻轻就有柯文哲 一栋台北市的房子 而且是在市中心 这个事情那就大了 因为这随便台北市的一户房子 都得好几千万新台币 你想想看这还了得 这是几千万元 你说一个年轻人 即便是当医师 一年能多少钱 一年顶多就是台币200多万 要买了这么一户房子 你十年不吃不喝都没办法解决 更很晃 他登记给他儿子的时候 儿子那时候才过二十没多久 所以这显然当然不是他儿子买的 而是他们为了给他儿子 用另类的房子来避税 这就显示出柯文哲还有他的夫人 他还真能够赚钱 而且真的很会另类理财 也就是说 怎么把钱弄在名下里面 让大家生不知鬼不觉 而且感觉不出来 但是现在查税的方法 跟查房下名下房地产的方法 那可多了 这回柯文哲是左闪也闪不掉 右闪也闪不掉 新竹的农地还没解决 台北市儿子怎么会多了这个房子 也没解决 因为你柯文哲挺有钱的 还跟别人原先认为的你很连结 这不太一样 当然了 加上柯文哲有房子的事情 就使得侯友一样 他太太的这个103户的 所谓套房房地产 就很难完全下架 也就是说民众就在这盘旋不已 而且改到另外这三个地方打卡 一会是新竹的这个厅车厂打卡 一会是台北市柯文哲他儿子的房子打卡 再者是阳明山的所谓凯旋院打卡 这些地方因为群众反正是过年 因为过新历年还有过圣诞节 反正闲着也闲着 很多人没什么前去太远的地方 索性就在台北市里面都打卡西打卡 而且很多人反正是中间选民 之前先到新北市的万里 所谓赖皮要打卡 这回又改到阳明山所谓凯旋院打卡 再到台北市柯少爷家打卡 然后再到新竹市柯大一时的 所谓停车厂农地打卡 你想想看 这样连续一打卡 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产业弹 这下是蓝绿各打回他的本色了 想要谁拿到谁的票就很难 因为等于是各打50军棍各打60大板 结果是谁都是一样 他意思就是说大家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个民进党的作法 而且民进党显然是早就做好 因为他能够弄出一大堆文化大学的学生出来 连海报都做好 还说这违反居住正义 而且一个违反射中两边 一下民众党违反居住正义 一下国民党违反居住正义 而且真的这两个党都努力的要给年轻人居住正义 结果出来打他们的就是年轻人 那你说这国民党首先要拉年轻人的学票 来补这个所落差的至少70万票 能补的回来吗 当然就不容易 就变成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 都各守住自己的基本盘 总数大概就是在那个1300万票 使得他就很难位移了 感谢你的收看